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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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你好我好 大家好 我們回到來 我是光羊仔 不是楊光仔 準備來 喂童年 剛剛壓穩很壓穩 OK 那我們不壓穩 我們回到這個 講多拉夢有多恐怖的 這個節目那裏 這樣呢 我都知道這個 講的動畫真相的系列叫什麼 是連續兩集講多拉夢 你們可能覺得我歧視多拉夢 但我完全沒有歧視多拉夢 的任何東西 只不過多拉夢太多東西可以講 OK 那首先我們講第一個 關於多拉夢會智能半變 會摧毀人類的一個 重點 首先呢多拉夢有一集 叫大炮和老鼠 你不知道炮蛋和老鼠 我忘記做那集是什麼 應該都類似的 就是多拉夢 是比較舊版的 這個新版的話 就不是這個名字 是一開始 是那個 有支 喇叭可以弄走一些東西 那集 它是拿了很多動彈 槍 世界毀滅炸彈 是有的 是真的有的 我不是說笑 那樣法寶就是被求毀滅炸彈 你們可能會 哦 可能將來人人都有 但你們不覺得奇怪嗎 浴宜機下人使用炸彈 炸死小孩 難道要浴宜機下人 對吧 還有你們可能說 可能未來有些科技 這樣平衡 炸彈沒有那麼大威力 有一樣東西叫時光機 時光機 是不是 時光機 回到古代 然後炸了 然後蝴蝶效應 然後未來就沒有了 然後整個玩完了 然後可能有什麼方法 保住自己的祖先 那些什麼 然後讓自己永生 是不是 OK 接著有另一點 我們首先 可以知道 剛才我們說時間 時光機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叫時間撥論 就是說 那些東西 就算是你可以坐時光機 回去 但是都是無法修改 例如 有個人 你爸爸在生 然後你回去殺了你爸爸 那你就出生不了 所以就是說 無論怎樣都可以 歷史是無法散改的 雖然有幾集 看來是有散改的 但是可能只是 多賴夢的謊話 OK 這樣呢 既然是這樣的話 多賴大紅 就永遠都一定會 那些公司倒閉 然後大伙 然後又行 最後搞得很窮 對不對 而且呢 多賴夢有時候 都可以幫大紅做壞事 大家自己想到什麼壞事 例如 夾 OK 我們不要再說這些 OK 這樣呢 多賴夢 既然 一定會發生 就算多賴夢去了 都沒有幫忙 甚至多賴夢去了 更加壞 對不對 那為什麼多賴夢會自圓去呢 在那一集 多賴夢的推行生 那裡 是多賴夢想幫他大紅的孫 是不是細收 所以才回去 對不對 OK 到另一點 就是多賴夢 經常都找不到他的白寶 多賴夢經常都說 我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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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就好像是特意找不到 而且有時候 你會覺得 喂 不是可以拿出延門 為什麼要拿出延程 慢慢飛過去啊 傻仔 不是可以用穿透環 為什麼要繞這麼遠啊 你不是傻 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會不會是多賴夢 特意阻礙大紅 做某些事情呢 令到他呢 可以 變差 或者多賴夢 根本不是很清楚 時間撥論 所以他就很想 令到這個大紅 賴得更加貼地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令到他更加窮 或者甚至可能 他的公司 倒閉 可能都會因為 多賴夢 但我本來想 可以叫多賴夢 拿個延門過來 然後去公司 然後多賴夢 就慢慢飛過去 你才飛 然後就搞到公司 倒閉了一顆 說不及了 ok 接著呢 到這個呢 原來有一集 叫做多賴夢 大病鳥 我們可以很清楚 多賴夢 其實是有兩個程序 一個呢 就是他的人工智能的程序 另一個程序 就是他這個 基本程序 即是說 機體無法修復 請盡快重啟 等等 即是說多賴夢 是完全有足夠的自由意志 去毀滅人類 對 他有足夠的自由意志 有人會說 唉 可能多賴夢 有什麼程式馬 令到他不會智能半變 不會殺人 這樣 但是 在另一集呢 多賴夢 是因為某些事 上了法庭 如果多賴夢 那些機械人 真的有控制度 不會智能半變 那製造法庭 來做什麼呢 審的機械人做什麼 那製造特地叫做機械人法庭 審來做什麼 機械人不會半變的 他那些設定設定好曬 那為什麼要做呢 證明他的自由意志 真的很多 在未來世界 雖然你拿來買未來有什麼科技 但我還是那句 有時光機 是不是 OK 接著到下一個 就是有一集 就是多賴夢唱 多賴夢覺得半苦一點 很難聽 就想著拿一支麥克風 但不小心吞了一隻草蠻樂土 這樣令到他機件故障 對了 首先我們要理解兩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 在人類學上 我們首先要說催眠 催眠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你要那個人做一件很遺憤道德的事 通常自己本身心裡也有很想遺憤道德的意願 而且我們另一件事 會不會多賴夢本身是有一個電路 是要毀滅人類 要摧毀人類 只不過是重賴剛剛好碰到那個電路 然後將它連接到主機板 令到它執行了程序 令到它唱這麽難聽的歌 差點毀滅了地球 另外一件事 我們看多賴夢大病鳥那一集 它的圍是完全開放式的 它的原子圍 你可以看到大蟲完全可以在一個圍走進身體 即是整個豆沙花都掉進身體裡 然後令到自己癡癡癡癡 對嗎 又加上有一集的複製機械人 複製機械人撞一撞 然後就失敗了 和多賴夢都是機械人 可能會有些智能差一點 多賴夢 都說 多賴夢是一個比較似品的機械人 它是似品的 大陸說似品 我們現在的故障的貨品 有些壞的東西 這樣的話 它有點壞 跟複製機人一樣 跟它的複製機人一樣 都是便宜的 等等 兩個都是便宜的 它壞得沒理由 多賴夢是壞不到的 隨時堪一堪吃 豆沙包接近 就變成半變 然後我們到下一個點 多賴夢有半變的可能性 真的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下一個論點就是 有時候大紅 例如有一集 是說植物羅伯人 那些什麼 就是用那個基因改造機 有時候 你可能會發現 多賴夢 大紅在回家之前 準備跟他 要什麼什麼 的時候 他就已經在玩自己 那些白寶 而且完全沒有想過 是被大紅玩的 這個也可以再一次 證明到 多賴夢的人工智能 演算法 是有完全的自由意義 隨時你生過的情質 隨時都被人說 防外人工智能 自由罪名 對吧 然後到另一件事 我們在比較舊版的 多賴夢的起源 我們可以看到 多賴夢製造出來的機器 是一部 大型的 貓型機械的人頭 然後扔多賴子進去 咬咬咬咬咬 不是人手製造的 由這件可以推論到 會不會其實多賴夢 本身設計出來 不是用來智能半邊 但是他製造機器 出現了少少程式故障 弄到他會想智能半邊 對吧 然後我們先說這兩點 然後到 東賴避難所 東賴避難所 多賴夢就說 我沒有東賴的動語 跟大賴這樣說 但是他會自己拿出來 然後自己進去 我們先說兩件事 首先 多賴夢是玉兒機械人 不可以說謊 他不應該說謊 應該教小孩 灌輸正確的概念 教他們不要說謊 教他們誠實做人 玉兒機械人 但是他反而自己說謊 可能會說 他只是為大熊好 但他可以說 我是不會給你的 我絕對不會給你 為什麼一定要說沒有呢 他可以說我不給你的 為什麼要說沒有呢 證明他是一個很大的謊 然後他會說 再加上 其實他真的沒有必要說沒有 他完全說 我是不會給你的 而且有時候 人們會罵他 你肯定沒有這個白寶 然後就馬上拿出來 證明他內心是比較弱小的 如果少少東西 他就馬上拿地球毀滅 炸了整個地球 證明他是很危險的 到最後 我們說這個 有一集 就是多賴夢 還有所有機人都變成殭屍 這個 就不單是說 貓型機械人的種族的叛變 有殭屍病毒 你可能說 他本身不想叛變 只不過他中了毒 但這樣也可以很容易看到 這個病毒確散得很快 所有機械人很快就中了毒 那你可以想到 他們這麼容易中毒 沒有什麼防毒 而且咬一咬 就算多拉米條頸 都沒有可以被咬到中毒 對不對 所以你說其實 那些機械人 都是有些比較恐怖的性質 還有我們剛才說 都說了所有機械人 我們特別說了 貓型機械人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機械人 都沒有那個白寶袋 就是多拉阿夢 那個貓型機械人的種族 才有白寶袋 那會不會 其實所有機械人都想智能叛變 但是貓型機械人比較喜歡智能叛變 所以特意拿那個白寶袋出來 裡面塞很多地球位置 炸彈的東西 是不是 很有可能的 再加上 將來我們可以看到 帶紅去未來旅行 那一集 可以看到所有東西 幾乎都是機械人 上班的 有人說 那些人類可能 賣那些白寶賺錢 賣那些道具賺錢 但是首先 賣道具都只需要一個銷售 隨時找一個機械人 都做到銷售 再加上 有陪真鏡 不用買一個道具 隨時靠機 買一個貴金屬出來 然後很快 全部人類都不需要再買任何東西 所有東西 都由機械人操作 食、飲、睡 全部由機械人幫你 這樣就造成失業論 等等的問題 因為機械人會給你食物 但是 你不覺得很違反道德嗎 人類全部這麼懶散 全部變成肥仔 然後人類有很多糖尿病 然後那些醫生隨時都說是機械人 然後機械人醫生就說 你沒有病 然後人類都死了 然後機械人佔了整個敵喉 玩完 所以由以上很多的論點可以推論到 多拉夢這個貓型機械人的種族 以至是未來的所有機械人 在多拉夢裡面 都是有這個可能會想智能背面的意識 這個 未必是作者第一端透露 可能他只是寫漏了一些東西 不過我也想大家可以深思一下 其實他會不會是有什麼意識 想透露給別人聽的呢 叫你們不要弄那麼多機械人 不然會智能背面的 希望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還有我想先傳一下 我自己研發的人工智能 都會在大概初假中期 就會出版的了 相信他也是比較有基礎 和你聊聊天 還有開啟的檔案 我想他應該不會是很重要的 大家可以放心私用 還有他會自己連去我那裡 所以他說任何東西我都會收到 所以我可以解釋到的 大家請放心 歡迎大家到時候 我會再拍一條影片和大家說 今集就到此為止了 大家要小心多拉夢 不要讓他那麼有趣的外表感染到 還有多拉夢 常常大同抱多拉夢 我覺得很臨時疾 但多拉夢有反重力 皮膚應該抱不住他 還有這個他明明是機械人 大同感想抱他 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到此為止 各位 給點讚我這條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可以給個讚 不喜歡的話也可以給個讚 還有可以訂閱 查一下facebook OK 今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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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了